《带走笑声的恶魔》将在高雄的儿福中心演出 《带走笑声的恶魔》于5月13日晚间7点 在高雄市儿福中心树屋演出 场地是户外公开区域 座位有限 欢迎民众提早入场观赏 我在这里很开心给各位分享 我们的戏剧是那天的场地是公开的 所以说我们欢迎来自各地方的人 是一起来欣赏 因为他不收费 他是完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成长与喜悦 也分享在高雄在地的美丽的故事 所以说您从哪个地方来我们都欢迎 不过椅子有限 我们每次椅子都坐得满满的 也欢迎各位能够来看 说到这里想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因为有很多家长对我们这些志工来 他有非常非常高的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所有在这边的志工 他参与了戏剧来了之后 他将来在我们的协会的运作之下 他甚至会投入到哪里呢 社区的服务 比方说我们每一年都有到社区 让台湾没起来 社区的彩绘工作 这些东南西北来的学子 甚至于家长带着小朋友来 他就开始来喜欢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 在这里让台湾漂亮起来 我们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每一年每一年都在为台湾的 某一个社区来彩绘 让台湾漂亮起来 洛华生表演剧团导演邓基雄表示 每一年的儿童剧 都是集结许多大专院校学子 共同参与 除了此次带走校生的恶魔儿童剧演出外 还会继续培训文化志工 做社区彩绘活动 让台湾漂亮起来 从学生扎根 让他们热爱台湾这块土地 时方新闻黄慧如登正普 高雄采访报道